本節目參加 各位投資者 大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戀佳欣 今天標題叫做實力見真張 投資朋友 今天台北股市啊 最後收盤 也算沒什麼漲跌吧 應該是這樣講嘛 對不對 算是沒什麼漲跌啦 但是 個股的表現 差別是非常的大 今天一生精彩 跌停板 對不對 那不是我的股票啊 我們拿出來跟人家言語一下嘛 對不對 但是 如果你做對股票的話 投資朋友 請大家回到電腦的畫面 投資朋友 看清楚一下 這是本人的折訊啊 沒有錯吧 這一次我沒有秀錯了 這一次我沒有秀錯了 這是我的折訊哦 對不對 援金小兵立大功 漲停續報 市場很殘酷 就是比誰消息靈通 而不是看 不是啊 不是誰會看線型 你記住面那麼會看 大成剛破底 對不對 望紅GG GG啊 不是GG講錯了 有點錯誤聯想 對不對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們台達電第二 我說不用出 今天一堆人跑短線 我等一下 會跟大家揭曉 哪一檔叫台達電第二 好不好 我說外資目標價200以上 我不用怎麼樣 我不用 我們怎樣 我們不用去管他短線怎麼走 對不對 沒有錯嘛 對不對 我們不用管他短線怎麼走 就這樣子 投資朋友 是不是很簡單 甚至我也跟大家講 投資朋友 來來來給大家繼續 讓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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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投資朋友 今天盤中不是擊殺 我告訴我的會員 OK的 對不對 我說我喜歡這樣的盤 因為我不追高殺低 有些鎖定好的股票 有拉回再接 就是我的操作模式嘛 這不難吧 投資朋友 這一點都不難啊 不是今天去買股票 今天把股票砍在跌停板 就覺得自己很爽還怎麼樣 今天我看到有同業 把勇心砍在跌停板 對不對 有同業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把順耀砍在跌停板 你看 他們這些人 我說真的 是純粹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而已 你看到順耀每天漲停 你開心得不得了 你在搞什麼鬼啊 我請問你 對不對 我都想罵三字經了啊 你在搞什麼鬼 莫名其妙嘛 那為什麼叫實力見真章 投資朋友 真不好意思 投資朋友 對不對 國安基金等下有空再講 反正那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又生民中跟我沒什麼關係 大戶回流 等一下有空再講 投資朋友 來來來來來 我們從這新聞來講 就是今天一大早 你能不能把我的那個畫面 我的人這邊縮小一點啊 我這個看起來這樣子 我自己都覺得蠻噁心的 對不對 幫幫幫幫他縮小一點 之前沒有這麼大吧 對不對 縮小 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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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小再小再小 差不多這樣 差不多這樣 我這太大太噁心了 真的 我不需要 我不是 藝人 我也沒有長得很帥或怎麼樣 這個 這個 我希望投資朋友能夠 內容那邊可以放大一點 因為有時候有人跟我嫌說 字太小 他在看手機的時候看不清楚對不對 內容那邊 大概稍微給我拉大一點 內容那邊 就旁邊的內容那邊 因為有投資朋友跟我反應 我盡量把字弄很大了 只是說有些東西我只轉貼嘛 今天一早 我是不是貼了這個東西給大家看 拜登要什麼樣 要花兩兆美元來推綠能 對不對 那我也不管特斯拉社會不錯 那干我屁事 對不對 我又沒有買特斯拉 對不對 有買特斯拉恭喜你們能賺翻啊 我沒有買特斯拉 但是我買什麼 投資朋友來來來來 我買什麼 來 拜登支持者呼籲要廣射太陽能跟風力發電 我都有買 內容不多講了 好不好 他要花兩兆美元來搞這些東西 你聽懂了沒 對不對 他要花兩條 台語叫條嘛 兩條來創這個東西 要花兩條 投資朋友 昨天這個新聞很多人問我 你知道嗎 我說會計師 你不是說達能不是太陽能嗎 我等一下拿新聞給你看 我不知道達能現在還是不是太陽能 但是他應該已經跟太陽能的關係越走越遠了 因為昨天漲停板就是我們家的元金跟他們家的達能 對不對 昨天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昨天安吉也沒有漲停板 其實安吉也OK的 對不對 昨天安吉應該我記得是沒有漲停板 我記得是沒有啦 不重要 好不好 我記得是沒有 不過不重要 反正他有沒有漲停板跟我屁事 我只要知道我的元金漲停板就可以了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上車啊 我直接在我們的粉絲頁都跟你講過 在我的Telegram跟你講過了 盤中V轉 每天都能上車 今天的元金是第一次跳空漲停板 結果盤中又打開 但是我跟大家講喔 我並不建議你今天盤中再追了 為什麼 漲45%了耶 對不對 我今天特別拿這新聞要告訴你 任由寫一堆屁話我不管 對不對 有人去買聯合債車的人去買茂迪 都與我無關 因為我買的只有一檔 叫做元金 達能現在做什麼 他在活化資產 他把他的設備都賣掉了 沒有到都 是不是全部都賣了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結果人家也說話太陽能股 投資朋友 人也說太陽能 人也說太陽能 有沒有搞錯啊 對不對 有沒有搞錯我不知道 人家也說話太陽能 這才真的是太陽能啊 投資朋友 這才真的是太陽能嘛 對不對 不重要這才真的是太陽能嘛 對不對 沒有日線圖 不重要 我每次都忘記怎麼按了 不過不重要好不好 那不重要 投資朋友 這才真的是太陽能 來來來來 我說我很少 會做出這種動作叫會員直接買試駕的 對不對 很少 因為我覺得這樣沒有意思 這樣真的沒有意思 但是這檔股票 我當初摳進去叫你趕快買 因為我知道 我不動作也會有人動作啊 投資朋友 我不動作也會有人動作啊 對不對 這樣你懂了吧 看得懂吧 對不對 8.8到今天漲停板 12.75 45% 我還沒走 我們一張都還沒走啊 對不對 不像光陽科我們走一半了 對不對 不像圓剛我們走一半了 不是喔 這個我一張都還沒有走 好不好 45% 100萬進去現在賺了 現在賺多少 賺45萬 對不對 你說塊錢師那如果融資買呢 不好意思 元金我沒有記錯是不能融資的 元金淨值連10塊都不到 對不對 不用感謝我啊 我都跟你講了 還有盤中V轉就這一天嘛 盤中V型反轉嘛 對不對 你說我怎麼知道拜登會怎麼樣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現在川普的選情很告急 民主黨他每次一上去 就是搞綠能 搞風電搞太陽能 對不對 所以很可惜綠能已經倒掉了 不好意思 這真的真的 縮小啊 這個 這縮小 對 剛剛真的是嚇死人了 真的嚇死人了 對不對不好意思 昨天講了 不再講了 好不好 我不要再講了 我不是一個行銷節目啊 對不對 我不是一個行銷節目 我只是告訴你 好公司在哪裡嘛 對不對 不是告訴你今天會漲停的股票在哪裡 那一點意思都沒有 好不好 那一點意思都沒有 投資朋友 昨天 昨天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 昨天紅明笑的報告 今天大家一直寫 五百塊 對不對 我說真的 你們就喜歡幫人家數鈔票啊 我說我真的 不喜歡幫人家數鈔票 我們喜歡自己數鈔票 好不好 今天這個新聞 恭喜你啊 對不對 張爺爺 我去國家音樂廳 對不對 聽這個 聽這個樂團啊 有些國家 國外來樂團來演出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張爺爺 我也常看到 我也常看到這個林百里 對 我也看過盧明光 對不對 我還看過陳瑞聰 不重要 好不好 看過誰不重要 這個新聞告訴你 張爺爺這一次 增加增加百億 他也告訴你 誰持有幾張台積電 哇 劉德英一萬兩千張 魏哲家七千一百七十九張 對不對 他們一年的薪水一兩億元之外 他們這一波的增值 增值幅度嚇死人了 對不對 而且除此之外 包括連曾凡辰他有寫 增盤成也持有三萬四千多張 對不對 這一波以來 怎麼樣 持股增加三十九點八億元 昨天我有一個朋友 我不能講是誰 對不對 這個市場上賺沒有名的律師啊 他去買了一間房子 對不對 新富發的 他沒有問過我 如果是我 我會不叫他去買新富發的房子 不過他開心就好啦 他可能跟新富發有認識 他有折扣嘛 花了六千多萬 花六千多萬 他口袋都掏盡了 還要貸款 對不對 還要貸款 你看人家這一波反彈 三十九億 這一波反彈 張爺爺百億 但是我說真的 這都是幫別人數鈔票而已 有什麼好開心的 你自己思考一下 你反彈以來做了什麼嗎 這些低點的股票 當初講的 新時薪良為建策 對不對 建頂 建策也是啦 加折等等等等 光陽科 圓鋼還是後面 都是上個月的事情 國光升是上上個月的事情 那個我不跟你算 ABC是上個月的事情 那個我不跟你算 好不好 然後呢 同志朋友 來來來 面板 不要說我都帶大家買一些 你買不起的股票 浴金光你也說你買不起 對不對 心象你也說 對不對 你買不起 元金八點八元 三四八一的群創 我可是七塊錢就告訴你了 投資朋友 我說我的目標沒有什麼 我希望他回到面子 所以我今天也沒有動作 對不對 沒有關係 等到哪一天你相信了 等到哪一天那公告單月 真的賺錢了 你會嚇死啊 你會嚇死啊 我只比你早知道 我只是早就怎麼樣 布局在前面而已嘛 但是你呢 你不懂啊 對不對 你不懂啊 你每天都覺得你自己知道最早 就像昨天我朋友打電話跟我講 跟我說凱勝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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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全市場很少人知道 我說不是啊 對不對 他跟我說他前天知道 我說我一個月前就知道了 對不對 凱勝啊 我們會員不是有凱勝嗎 我說我一個月前就知道了啦 好不好 我也知道什麼價位要走啦 這我不多講 反正今天沒有先講凱勝 我們講面板 對不對 那種我不講 還有這一檔股票 叫台達電第二 大家都知道這一波段裡面 台達電 你也看不起啊 做泡額啊 公司那麼大隻 對不對 你們都喜歡鴻海 不喜歡台達電嘛 對不對 你們都喜歡鴻海嘛 不喜歡台達電嘛 結果鴻海是漲多少 我請問你 鴻海是漲多少 是漲多少 而且 投資朋友 鴻海今年年初的高點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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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對不對 今年年初的高點在這裡啊 切日線 投資朋友 鴻海今年年初高點在這裡 在這裡 對不對 你說那筷子是不是除息了 不是啊 你們買完就下來啦 投資朋友 你們買完就下來啦 對啊 台達電年初高點是152 最近的高點是188 188 你看這多吉利啊 吉利也不得了啊 對不對 你們就不喜歡台達電嘛 結果台達電 這泡額老牌公司 是怎樣 投資朋友 第一檔到現在 台達電已經漲快一倍了 至少漲了七成多 對不對 鴻海漲多少 漲20元 也漲不少啦 漲20元嘛 大概漲多少 講30% 對不對 我今天不是要講台達電 好不好 台達電我們一樣 我告訴你 對不對 我看到外資那個字頭 我在走 都OK的 我看到外資那個字頭 我在走都OK 我現在跟你講台達電第二 我今天直接開牌給你看 我不在意 因為我知道今天短線課都跑了 今天短線課都跑了 對不對 台達電第二是哪一檔 今天短線課都跑了啦 為什麼 你說你怎麼知道短線課跑了 你光看開盤就知道啦 今天一開盤 這裡怎麼殺下來的 短線課砍的嘛 所以我覺得OK了 OK 對不對 對不對 我OK你先買啊 我OK你先賣 你先買 我沒意見 我真的沒意見 我OK你先賣 今天一堆人把巨洋賣掉了 昨天據說品種所有人都在買巨洋 隨便你啊 OK了 那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當初講他叫台達電第二 因為外資剛開始有幾家外資 把目標價調到200以上 以前目標都是170 160 昨天幾乎所有外資都看200了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講的嘛 巨洋是我們鎖定了解封概念股 也是第二季財報能夠怎麼樣 擊敗法人預期 加上呢最近外資看法很正面 看到200元以上 這裡165元附近 買進風險不大 我跟大家講完之後 昨天還有165喔 對不對 昨天還有165 我沒有跟你打亞迷 好不好 不是什麼 不跟你打亞迷 一堆亞迷 打你亞迷幹嘛 投資朋友 昨天還有165讓你買 今天呢 對不對 果然沒有錯 你說你怎麼知道 投資朋友 做這一行你不比消息要比什麼 比粗嗎 還是比長啊 我請問你 對不對 你這一行 就是比消息早嘛 來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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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把它丟哪邊去 來公告在這裡啊 巨洋 1到6月份 好不好 稅前盈餘4.94元 這都超乎預期了 好不好 這都超乎預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先前 你看到這個 厲害啦 李昂事實上在7月 這是7月7日發的這個 研究報告 他就把目標價 對不對 他就把目標價呢 從215調到多少 233嘛 對不對 這是沒有錯吧 這個就沒有錯嘛 對不對 這應該我沒有看錯吧 那時候股價163元 還沒出期之前 李昂啊 不是我啊 李昂 CLSA 對不對 那今天其實我再稍微看了幾個目標價 今天也有人在調第二次目標 調215 你看 李昂都233了 今天有人調第二次目標價 他7月7日出報告就調到205 他叫大摩 摩根史丹利 都在我後面了 好不好 他們都在我後面了 對不對 第三季奧陸可好 說真的 周李承 對不對 討個一個周李承 周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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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董他已經在股東會說跟你講 你到現在才要調高評的 那你要怪誰 你要怪誰 怪我嗎 怪我沒叫你買嗎 投資朋友 對不對 你要怪我沒叫你買嗎 對不對 這有很難嗎 台達店 隨便你上不了車 巨洋你又上不了車 便宜的 援金你嫌人家 要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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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達 友達群創我選群創 你說我比較喜歡友達 隨便你 我跟大家講 說真的啦 其實群創會漲 友達大概會漲 只是幅度會不同 那我也跟大家講過 為什麼選群創 是因為我看到外資報告 竟然把群創的目標價 放在友達上面 這好神奇喔 對不對 如果真的對了 那我怎麼樣 我就不賺到這一段的超額利潤嗎 今天友達9.8 今天群創多少 8塊多一點點而已 8.5耶 我是不是可以多賺這一塊的超額利潤 對不對 給大家做參考 好不好 不見得我是對的 然後還有什麼 投資朋友 還有什麼 我昨天講的啊 我去買了一檔風電股 對不對 我昨天建議一組會員 最小的那組會員 因為昨天成價量並沒有那麼大 買得到 今天盤中漲停板 收盤是這個 這是什麼 虎頭蛇尾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我說你去查一查 好不好 你去查一查 對不對 這個 大陸啊 中國大陸有一家公司 叫做日月股份 不是日月光喔 不是這個啊 不是日月頭控 不是 它叫日月股份 那它也不是做封測的 它做什麼 投資朋友它做什麼的 這是我昨天在 應該說 這是我禮拜一啊 我們的專題講座 我跟大家講的 跟所有會員講的 對不對 我說我會去買一檔股票 我先跟大家預告嘛 對不對 它做什麼 大型風機的關鍵鑄鑄鑄啊 對不對 下面那個什麼 這我跟王文良師下面聊天啊 這個 這個 不小心把它撿進來了 那它寫什麼 對 畢竟 它寫畢竟 不好意思 這個我就沒有把它塗掉了 不重要 那不重要 Jerry啊 王文良啊 Jerry是王文良 不是別人 不要想太多 私下在聊天而已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所有跟投資朋友講 欸 我講完了耶 前面今天該講都講完了耶 是不是講太快了 可以講到 國安基金了嘛 對不對 可以講到國安基金了吧 投資朋友 今天大家擔心這個 欸 日月股份剛講了嘛 對不對 日月股份在 在這個 中國大陸啊 在A股大漲特漲 為什麼 因為離岸 離岸風電的商機太大了 太大了 好不好 今天連3708的上緯都漲停板了 離岸風電商機非常的大 我們回到國安基金嘛 投資朋友 今天開會 我說真的 他就算真的說他要退場 你在擔心什麼 國安基金 大家不要忘記了 我忘記是3月還是4月份開會那一次 他說他買7億啊 他說他買7億而已 他小兵力大功 他買這7億就算退場 閉著眼睛把它賣掉 我請問你對市場會有多大影響 可是我告訴你 對不對 總是這樣子 他說兩位 前兩位國安基金操盤手 我不知道是不是找什麼邱鎮雄那一類的 其實過去啊 國安基金操作都蠻差的 對不對 在他們那些時代 邱鎮雄把這個整個盤充 這個9000多點 戶到剩下三 戶到剩下三四千點嘛 對不對 大家要記得嘛 他說前兩位的國安基金操盤手 認為股市一萬兩千點的 不退場 時間久了會讓戶盤效力頓化 對不對 包括像曾明中 他說 國安基金是股市失去的時候 才能進去買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不應該授權 另外一位操盤手 他說 國安基金條例第八條規定 市場失去才能啟動 市場不失去就要退場 所以這篇給你寫的 展霓姐姐告訴你 趕快退場 對不對 趕快退場 我說真的啊 這些人我不知道是誰啊 我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如果以現在來講的話 前一任的國安基金操盤手是誰 是現在的財政部長 對不對 我們蘇部長 那現在呢 是什麼 次長嘛 軟部長嘛 對不對 聽起來很轉 但實際上很硬啊 軟部長 軟耶 軟耶 軟部長 但是你可以知道 先前為了要互盤不互盤 這位曾先生 我說真的 說真的 中國大陸的東西 他就 講得很大聲 對不對 都為中國祖國在講話 慶富案 他說他沒有拉那些線 來去跟他借錢 結果 全部錄音內容都有 你看這種人還要當立委啊 他的立是那個 立是當頭的立你知道嗎 不是那個立法的立 立是當頭那個立啊 曾明忠先生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曾明忠先生 立是當頭那個立 你有空去看那鏡周刊 已經報了他好幾次了 他幫那個慶富案 那個慶富案那個 去拉線借錢 對不對 我記得沒錯是這樣子 我有空在我們的節目 跟大家講一講 好不好 不講了 做這種事他很厲害 對不對 護航 永鋒金 他也很厲害 對不對 什麼都很厲害 老孩子 對不對 說真的啊 我非常的 算了 不要講人家怎麼樣 他就要事情 那你看到今天這個新聞 投資朋友 你看這個市場 大幅回流耶 我說真的 這行情不是 那麼簡單可以結束的 當你看到 我說真的啦 投資朋友 市值要三位數了 今天漲到連市電都漲了 你說市電什麼 我們講過市電 有啊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重電市君子 對不對 不是務需市君子喔 不是籌安六君子 不是 重電市君子哪四個 台灣這些做重電的 市電 中興電 對不對 華城 不要忘記儲能 儲能除了2308之外 就是1519的華城 不過我們沒有買華城 對不對 因為之前的量能比較小 沒關係你買就好了 好不好 還有誰 亞利 對不對 這些我們其實我們叫會員買 但其實這個波段裡面 他們也都是漲上來 當然這一波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講的嘛 你看 你曾幾何時看過市值的股價 快要100元了 對不對 代表什麼 代表人家真的很多資金都回流 大幅回流創新高 只有你還在那邊騙自己 都散戶買的 都怎麼樣都怎麼樣 每天我看到雞排妹 就賭籃什麼等等的 然後私下拿雞排妹的照片在那邊幹嘛 對不對 易營嗎 莫名其妙到幾點了 對不對 這沒有錯我告訴你 其實市場 只有什麼是真的 對不對 只有錢到口袋裡才是真的 你不用去幫別人數錢 我說真的 每天看到這種 幫別人數錢的新聞 你幫這個當眾謀署說 哎呦他賺了這個 他賺了這個百億 昨天不是有這個新聞嗎 對不對 人家股災敢直接 歐益買台積電91張 你敢嗎 你敢嗎 我有認識的朋友的同學 股災的時候中風了 對不對 中風沒有什麼不對喔 他老是告訴你 他沒有辦法承受住這種壓力嘛 但是市場 是不是這樣子 永遠都告訴你 只有利用股災的時候 進場買進 別人不敢買 你敢進場買 你才是贏家 可是每次到了 這個時候 你什麼都忘記了 你只想趕快逃離現實 對不對 然後呢 到了 現在這個點數 一萬兩千點 又開始一堆人告訴你 存股存股存股 存你老 不好意思 存你個頭啦 對不對 差點講成存你老步了 不好意思啊 講話比較粗俗一點 這都莫名其妙到幾點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們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我找沒有被人發現的股票 然後呢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厲害之處在哪裡 不是什麼線型人會看 或怎麼樣 你們線型給你們看就好了 對不對 MACD給你們看就好了 那我沒在看 對不對 我的資訊比你零通 我的消息比你零通 對不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 昨天朋友打電話跟我講 他說他知道凱聖怎樣 跟我講了一堆 我說不好意思 你知道的東西 我至少一個月前就知道了 專期中間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才會叫會員買凱聖嘛 我才會利用這一天 同志朋友記不記得 也是這一天啊 是不是也是盤中V轉啊 前面我沒有買啊 對不對 前面我沒有買 我利用這一天 我也跟大家預告 我今天沒有把訊息秀出來給你看 不過朋友 我今天去買了兩檔生技股 不同組的會員 我去買兩檔 為什麼 我今天不是在我的粉絲頁有秀了 在我的Telegram也秀了嗎 今天有一位 對不對 有一位同業 他今天把一堆的生技股全部停損 永昕 對不對 順耀 陳德 還有什麼 他還有幾檔生技股全部停損了 他甚至的怎麼樣 他觀光客應該有賺 他觀光客出完了 對不對 他觀光客出完了 砍了一堆股票掉 為什麼 我相信 他已經走到 用台語來講什麼 閃了 閃死 對不對 如果你在吃飯的時候看到 不好意思 對不對 人家走到要死 沒辦法 都叫會員追這種股票 對不對 都叫會員追這種股票 還好你買的股票不是合一 對不對 今天有朋友跟我說 會計師要不要去開一下這個 開一下信 或者說不用 到次我先跟大家講 昨天跟大家講 王傑持有兩千多張的合一 王傑啊 不是唱歌那個王傑 是前富邦金控的這個大掌櫃 投資長還什麼的 對不對 大掌櫃 合一如果打開 倒是可以搶 為什麼 因為主力根本獲出不完 讓你聽懂嗎 而且還有題材 那我不是買這個股票 我今天買了兩檔 我認為相對安全的生計股 不同組的會員 這是我的操作邏輯啊 對不對 我趁你不敢買的時候 我進去買 趁你病要你命 對不對 這才是我們的實力嘛 祝大家超順利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